誓愿 众生无边 誓愿度 烦恼无尽 誓愿断 法门无量 誓愿学 佛道无上 誓愿成 他的发心是广大的 他的发心是伟大的 他的一切一切都是大 那我们呢 跟菩萨呢 有时候刚好是相反 凡夫跟菩萨刚好是相反 菩萨都是小 小鼻子 小眼睛 那修学菩萨型呢 他有什么殊胜 我们如果从他的发心 他的修行 他的心是广大的 那菩萨他的特色是什么呢 菩萨的特色是慈悲 他 发菩提心 修慈悲行 这个慈悲行 慈悲 慈能娛乐 悲能拔苦 他对众生的态度是 给予快乐 给予众生快乐 拔除众生的苦 所以我们说 助人为快乐之本 菩萨的助人 他是最高的助人 他给他娛乐 给他拔苦 所以修菩萨行的人呢 他自己也会得到快乐 所以修菩萨行呢 非常的殊胜 他可以自己得到快乐 也可以让别人得到快乐 所以大家注意哦 如果你不快乐 你为什么不快乐 你可以转换一下修什么行 修菩萨行 你给别人快乐 拔除众生的痛苦 你内心同样可以得到快乐 所以 在三个 三类的圣者当中 身文原觉菩萨 这三类 菩萨行呢 是佛陀 弘法的重点 的重心 菩萨行 是佛法的精髓 佛法的精药 佛法的重心所在 在修行上面呢 我们可以分成两大类 第一个呢 就是清静内心 我们要做静心第一 这个是共二圣的 也就是说 身文原觉呢 身文跟原觉 他也要断除烦恼 清静内心 清静内心 断除烦恼 才能趋向于解脱涅槃 第二个呢 立他为上 立他为上呢 就是去利益众生 这是大圣的不共法 所以 在修行上面 静心第一 立他为上 这两个部分 第一个呢 是共三圣要学的 我们要清静 我们的内心 断除无量的烦恼 那立他为上呢 这个只有菩萨性 菩萨的修行者 他才会 去修这个立他的法门 那从菩萨道 的修行当中 他又可以分成两大类 第一个呢 叫做身观 第二个呢 叫做广行 广行就是广行 菩萨道 广行立他 六度四色万恨 十地 一切一切 只要能够立众生 菩萨呢 就会 精进无厌足的 去修行 所以我们 要学的 心无悬念 不是二圣行 而是什么呢 而是大圣的菩萨道 大圣的 菩萨心 那 我们今天呢 要说明的项目呢 主要的 我们先简介 什么叫做菩萨 还有菩萨呢 他在发心的过程当中 他所发的三个心 那这三个心呢 菩提心 大悲心 无所得的 信空会 这三心 是菩萨在修行过程当中 他都以这个三个心 作为 他的方向 作为他的目标 作为他修正的 内容 那 第二个呢 第三个呢 是菩萨的精神 那在菩萨的修行呢 他表现在哪里呢 表现在难 我们希望难还是容易呢 我们一般都希望容易一点 但是菩萨行的特色呢 他不怕难 他不怕苦 他能够难行能行 难忍能忍 那难舍能舍 难证能证 那刚才提到说 我们 在修菩萨行的时候 有三心 那三心的内容 第一个呢 是菩提心 那菩提心呢 我们在这边 特别呢 用几个项目 第一个呢 是发菩提愿 这菩提愿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 四弘四愿 那菩提心 他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也贯穿了菩萨 所有的修道次第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在修学的 从发心修行正果 的这三个内容 都包含了菩提心 所以 简单的说 如果我们是修 大善的菩萨道 菩萨行 你在任何一个时刻 都要保持菩提心 这个菩提心 简单的说 就是上求下化 上求无上佛道 下化无量众生 简单的说 是这样的 那这个呢 就是在我们四弘四愿里面的 这个第一项 跟第四项 那另外呢 菩提心呢 他的修学 刚才提到说 贯穿了所有的 发心修行跟正果的内容 那这个呢 在 波罗经 在大致都论 还有一些著解书呢 有提到的 二道五菩提的 修行方式 这二道呢 就是 波罗道 那波罗呢 他是要断除烦恼 断除烦恼 正得诸法的实相 那第二个呢 是方便道 方便道 主要是要 言土熟生 言土熟生 就是庄言佛土 利益众生 学习佛法 刚才提到 静心第一 静心第一 就是要清静 我们的烦恼 这是属于波罗道 那立他为上呢 这是什么呢 这是方便道 好 这个二道 在这个二道当中呢 我们又把它分成 五类的菩提 那这五类的菩提呢 我们从波罗道 波罗道 他从发心 修行 正果 那 他的内容呢 他搭配发心 菩提 福心菩提 民心菩提 第二个要利益众生呢 他有三个部分 发心修行 正果 他这边 也是搭配了 民心菩提 出道菩提 跟就近菩提 好 所以呢 我们从 发心 一直到成佛 都是在修菩提心 只是菩提心的内容的偏重 有所不同 那 三心当中 第一个心是叫做菩提心 第二个心呢 叫做 慈悲心 大悲心 好 所以呢 我们会提到 这个菩萨呢 他修慈悲 这个慈悲呢 有众生原始 法原始 还有无缘大始 同体大悲 那在 菩萨型的修学的过程当中 我们说要修 我们要依三心 依三心 要修的内容是什么呢 依三心 去修六度 依六度 又来圆满 你的三心 那所以在修六度的时候 你的三心要保持住 以这个三心 去修这个六度 在修六度的同时呢 也可以圆满你发的这三个心 所以呢 我们在修学佛法呢 修学菩萨道 就是修学这个三心 实际的内容呢 实践的内容 就是六度四色跟万恨 那六度呢 是成熟 自有情 四色呢 是成熟他有情 那如果以菩萨来说 在菩萨的主要的代表性的菩萨呢 我们这边列了五位 当然有更多的其他的菩萨 那在这边的五大菩萨呢 我们可以这样看 卑至愿行 然后再加上慈 也就是慈悲 至愿行 这五大类 我们说大慈 大悲 大至 大愿 大行 那在菩萨道的修学过程当中呢 他总共有52个阶位 经历的时间呢 有三大阿僧 其解 阶位呢 有52个阶位 那这是我们今天 会简要的跟大家介绍的内容 那首先呢 我们先 从菩萨 这个语词当中呢 它代表的含义是什么 那这个菩萨呢 它是一个梵语 那它的全称呢 叫做菩提萨多 菩提萨多 那这个菩提 菩提萨多呢 这菩提呢 它有诀的意思 那这个诀 的菩提 它分为三个菩提 那这三个菩提是什么呢 声闻菩提 圆诀菩提 跟佛菩提 那主要的这个诀 的最高的诀 是自觉 觉他 觉醒圆满 声闻也有觉 他自觉不觉他 凡夫呢 是不觉 所以 这个 菩提萨多 菩萨呢 叫菩提萨多 菩提呢 叫做觉 萨多呢 它有众生 大心 勇心 勇猛的意思 那我们说 觉的众生 觉的众生 叫觉有情 所以呢 我们说 菩提萨多 在我们汉译 翻作 觉有情 这个觉 它是自觉 觉他 觉醒圆满 自觉 觉他 觉醒圆满 就是自立立他 自立立他的圆满 叫做菩萨 那 这个萨多呢 他有众生 大心 勇心 跟勇猛的意思 这个觉的众生 他是大心 这个大心呢 是四弘四愿的大心 是众生 无边四愿度的大心 是法门无量四愿学的大心 是烦恼无尽四愿段的大心 是佛道无上四愿成的大心 他是心系众生的大心 他是什么呢 他是心量大 智慧大 福报大 他跟凡夫刚好是怎么样呢 凡夫呢 刚好是相反 他是 这菩萨呢 是大心的众生 凡夫呢 是小心 这个小心呢 所以小心是什么呢 只想到自己的小心 只想到家人的小心 只想到自己利益的小心 他这跟菩萨呢 是不一样的 所以 他这边提到的大心 勇心 猛心 勇猛心 我们要学习佛法 我们就要学大还是学小 要学我们就 发大心 不要发小心 也不要发恶圣心 所以有人问我说 那我们到底要发什么心 我说 要玩就 玩大的 要发就怎么样 就发大的 这个瞻前顾后 干脆 我们发大心 修大心 利益广大的众生 其实菩萨心 菩萨道呢 就是佛法的精髓所在 也是佛陀说法的一个本怀 那我们发的这个心呢 它是什么呢 它是勇猛的 它是勇猛心的 那我们在发心呢 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基本上呢 还要重视到一点 你除了发勇猛心 而且要没有间断 也就是无间跟阴重 那在于解实地论里面 它提到说 我们的修行呢 要无间 要阴重 发心要勇猛 要广大 没有错 也要无间 没有间断的 所以菩提萨多 它的觉 不是 生文的觉 也不是原觉的觉 它是 无上正等正觉的觉 而且 它的发心是广大的 那 菩萨呢 它第一个翻译叫菩提萨多 第二个呢叫做摩赫萨多 那摩赫呢 就是大的意思 那大的菩萨 那大的菩萨 菩萨它有大的意思 它从七个 内容呢 我们去看它的大 第一个呢 就是巨大根 它中了 无量的上根 它的上根是大的 它的上根不是小的 它不是人天的上根 它不是二圣的上根 它是大圣的上根 所以第一个呢 巨大根 第二个呢 有大智 它是巨大智慧的 这个智慧呢 我们在三星当中 会有一个叫做 这个无所得的信空慧 那菩萨在修一切法呢 都是无所得 能跟无所得的信空智慧 信空的这个知见 信空的证见 缘起信空的证见相应 那这个智慧呢 它不是只有正入涅槃 它还要能够怎么样呢 自立立他 所以菩萨 它具有这个大智慧 第三个 大呢 是信大法 菩萨的大呢 它叫摩赫萨多的大 它是相信大圣法 它不乐修小圣法 不乐修二圣法 第四个呢 它是解大理 这个大理呢 是圣解 大圣的正理 大圣 它是自立立他 身官跟广行 身官诸法的法性 广行六度四色 万恨的菩萨道 它是能够理解 这样身官跟广行的大理 的正理 第五个呢 是修大行 它所修的呢 它是经历三大阿森集结 的大行 它是六度四色 万恨 那第六个呢 那第六个呢 是金大使 它的时间呢 它要经过三大阿森集结 乃至于无量阿森集结 时间是长的 时间不是短的 我们前面提到说 前两类的圣者 生文跟圆卷 他最快呢 生文是三生 最慢六十节 圆卷呢 他的修行解脱呢 总熟脱 最慢呢 最快是四生 最慢呢 是六十节 菩萨的修行 金大使 他三大阿森集结 乃至于无量阿森集结 菩萨是立根 所以他能够在 这个 生死当中呢 广力众生 第七个呢 它是正大国 它正无上佛国 它不是只有正涅槃国而已 所以这边提到的摩赫萨多的 摩赫呢 它叫做大 那大呢 有刚才解释的七个意义 所以呢 菩萨呢 他叫做菩提大 菩提萨多 或是叫做摩赫萨多 那刚才提到说 菩提萨多呢 菩提是觉 萨多是众生 众生另外一个翻译叫有情 觉的有情 觉有情 这个觉有情呢 有三个意义 这三个意义呢 第一个曰智利 第二个曰利他 第三个曰 两立的智利 立他兼具 那为什么说 觉有情有这三个意义呢 我们看第一个曰智利 智利呢 就是菩萨他有没有 觉悟诸法的实相 有的哦 他是有的 所以呢 菩萨是自觉 他也智利 菩萨是能觉悟的有情 他的觉悟呢 是觉悟诸法的实相 觉悟到诸法的空相 空性 那这个是简别写 简别 凡夫 凡夫是不自觉的 凡夫是不自觉 凡夫呢 不自觉 所以凡夫也不自立 那第二个呢 曰他利来讲 自立立他嘛 自立他利 那曰他利呢 菩萨能觉悟 一切有情 他能够立他 谁不能立他 二圣 他不广立一切众生 所以 这个曰他利来讲 菩萨能 他是能觉悟一切有情 他是要减别什么呢 减别恶圣不觉他 刚才的自立呢 自觉 是减别凡夫不自觉 那曰恶力 曰恶力呢 就是自立跟利他 菩萨呢 他是怎么样呢 他是上求佛道 他是下化众生 那 他是自立立他 他是什么呢 卑制双运 升官 他也广行 在 佛典当中 他讲到恶圣跟大圣 恶圣呢 他着重在 慈悲跟智慧的 智慧 重智症 但是 是大圣的菩萨道 他重慈悲 而且他是 卑制双运 那他在修行的时候呢 他也升官法性 广行菩萨道 恶圣是不广行的哦 那在 绝有情呢 他有 曰自立 曰他立 曰恶立 也就是自立立他 那 在佛典当中呢 也有提到说 我们在 自立立他 尤其在立他的时候呢 我们在修行 我们凡夫 在修菩萨道的时候 应该着重自立 还是着重立他 还是着重自立立他的同时 有三大类 你们会不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既然菩萨 菩萨道这么好 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要把自立 摆在前面 把立他 摆在前面 把自立立他 摆在前面 这三个 好 这边有 三大类 三大类呢 我们看到这里 大圣的自立立他 分为三大类 好 第一个呢 存以 立他 立他摆在最前面 存以立他 成就自立 其实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 就是在帮助谁 你在利益众生的时候 就是在利益谁 就是在利益自己 什么意思呢 我们说要 广集 福德跟智慧 福德要具足 要圆满 智慧要具足 要圆满 我们的福德 我们的福报 要从哪里修 对象是谁 对象是众生 所以 利他呢 我们去利益众生 其实最终 利益到最大的是谁 利益到最大的是自己 所以呢 第一个呢 第一个思维 存以利他 成就自立 这个思维 你们觉得好吗 这个思维是很好的 但是呢 我们常常有好的思维 但是呢 做出来的呢 又是落入在世俗 好 第一个呢 存以自立 成就利他 那在经论里面提到了 自卫得度 先度他 菩萨于此处发心 其实 我们如果发广大心 心力广大呢 其实 你的心量就大了 然后呢 你修的 内容呢 也会广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为求利他 先怎么样 先求自立 可不可以 你先自立 自立之后再利他 可以吗 也可以 那这个是什么呢 比如说 我们说往生净土 我也常常听到很多 佛教徒 他会跟我讨论 他说 利他这么困难 我们要去利益众生 你在利益众生的时候 众生 他就一定会欢喜 会高兴吗 不会 所以呢 要利益众生很难 我们先往生净土 然后再回度娑婆 度有情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能力啊 所以呢 我们先往生净土到 净土当中 成就了 成就之后再回度娑婆 怎么样 度有情 第二类 为求利他先求自立 如往生净土 第三类 不分先后 自他等利 也就是说 有时候我修自立 有时候修利他 同时进行 那这个呢 大圣佛法呢 大抵上 都是这样的 那这三类呢 请问大家 你们会比较相应哪一类 第一类 存以利他 我在利他当中完成自立 我把众生摆第一 第二呢 度众生是有点困难 有点辛苦 我先往生净土 再回度娑婆 度有情 第二类 第三类 同时进行 能自立就自立 不能 能利他就利他 不能利他就自立 自立立他呢 同时进行 请问一下 这三类 你们会比较偏重在哪一类 第三 第三的空间比较大 不过 我们的发心呢 不能空发心 我们要把它实践 我们要把它实践在 我们的生活上面 这是提到的自立跟利他 这个自立利他呢 基本上 这利是什么意思呢 利呢就是利益 利乐的意思 那利呢 凡夫基本上 都是自立 这个自立 可以分两类 生文是不是也自立 生文跟原觉 他也自立 但是他的自立呢 不去伤害众生 他比如说他断除烦恼的自立 他在断除自己的烦恼 不会去伤害众生 但是凡夫呢 凡夫的自立呢 刚才提到说 他是自私自立 那生文的自立 他是自 他是亲近自己身心的自立 那菩萨呢 菩萨 他是 在自立的同时呢 他还要利他 而且在利他当中 完成自立 他是什么呢 他是自立 跟利他的统一 自立 不妨碍利他 利他呢 不妨碍 自立 自立跟利他是同时成就 所以我们因为凡夫没有 这个菩提心的政见 所以呢 我们常常会觉得 去利 去利他的时候 我们好像感觉 帮助别人的时候 就伤害自己 我们就损失了 是吗 我们常常是这样嘛 所以你注意哦 很多人呢 他说 你要修什么行 我修菩萨行 但是你看他有没有 有没有 去自立立他 看起来是没有 他大部分都在自立 但是呢 你问他 那你要修什么行 他要修菩萨行 说在空中 说在空中 行在有中 说的是空 做的是有 说的是菩萨行 但是行的是什么呢 行的我看不止 连声文行都没有达到 行的是凡夫行 所以我们学的菩萨行 不是只有知道 而且还要怎么样呢 我们还要去实践 刚才提到说 菩萨要自立 要去利他嘛 利他呢 怎么样去利他 基本上利他分两个 两类 第一个是财师 第二个是法师 这个财师跟法师呢 也可以说第一个是物质的利他 第二个是精神的利他 物质的利他呢 比如说看到他贫寒贫病 那贫寒贫病的时候呢 就给他衣服 给他饮食 看他生病的时候 给他医疗 乃至于修桥啦 赵路啦 这个财师分为外财师 还有内财师 内财师呢 就用自己的体力 自己的生命 用自己的身体 来帮助别人 所以有时候佛教徒 他也会问 他说 请问一下 器官捐赠 你同意吗 那这个就是要 看你自己 如果以菩萨的话呢 修菩萨型的人 你问他器官捐赠 他会给你怎么回答 有问题还是没问题 他可能会跟你讲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是他没有问题 还是你没有问题 是他没有问题 所以呢 这个利他呢 有物质的利他 菩萨师用头目脑髓 去布施 那第二个呢 是精神的利他 精神的利他呢 是法师 比如说鱼吃的给以智慧 他忧苦的呢 给他安慰 缺弱的呢 给以勉力 所以 菩萨的利他呢 他分为物质的利他的 才师 跟精神利他的 法师 那菩萨呢 在修行呢 的过程 他的历程 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这三个部分呢 就是发心 修行 跟正果 那广大的说呢 就是实地 或是52个阶位 那我们先看 他的历程 他的历程呢 第一个呢 就是要立这个菩提院 这是发心 那修行 修大悲行 那正无所得的 性空见 那也可以说 菩提心 大悲心 跟无所得的 性空智慧 那在我们课本里面呢 也提到了 在大圣起信论 他说我们要发三种心 执心 身心 跟大悲心 那这个三心 大体上是一样的 菩提心呢 等一下我们会马上 提到了 这个菩提的信愿 他的发愿 那大悲心呢 我们等一下也会提到 好 我们先知道说 菩萨 他的历程呢 基本上 他要三心相应 那菩萨道呢 的修行 他就是以这个三门 入这个佛道 也就是说 你可以 偏重 在信愿 偏重在修慈悲 偏重在修 智慧门 这三门 都可以入佛道 那我们从菩萨的精神 菩萨的精神是什么呢 菩萨的精神 他不是二生的精神 他不是凡夫的精神 那 第一个呢 三圣同入无于涅槃 我们说 声闻 远觉 菩萨 他都可以正到涅槃 但是 他正无于涅槃 而发菩提心 他发的是菩提心 他可以正到解脱 他发心 也是要正的解脱 所以他的那个解脱是什么呢 其实是处理 他是处理心 但是在处理心当中 他含有 上求下化的菩提心 三圣同入无于涅槃 而发菩提心 其精神是 忘己为人 他忘了自己 他主要是要利益众生 那凡夫刚好跟他是什么 相反 凡夫是什么 是忘了别人 要为谁 为自己 我们要学菩萨 我们要忘了自己 我们就是太为自己着想 所以我们没办法发心 没有办法发广大心 就没有办法修广大心 没有办法修广大心 就没有办法正广大过 所以菩萨的精神 第一个叫忘己为人 第二个呢 以他力为悲劝 我们常常呢 这个修学佛法呢 要仰仗他力 菩萨是什么呢 自力不由他 他仰靠自力 他的精神是什么呢 尽其在我 这个尽其在我呢 就是说 我能做一分 我就做一分 我能做十分 我就不会做一分 我能够利益众生十分 我就不会只利益一分 所以请问一下 大家修菩萨行吗 你有尽力吗 菩萨呢是 尽其在我 他是尽心 也尽力 那我们有时候是这样 发心的时候是尽心 但在修行的时候 不尽力 如果你能够尽心尽力 尽心尽力 你看到尽力的去修菩萨行 其实尽力的去修 去修什么呢 六度四射 你修这些都是养分 你为什么不尽力呢 第二个是尽其在我 菩萨的精神第三项 三大阿僧其解释有限量的 其精神是认重致远 他是认重道远的 我们说 三圣的解脱的时间 有快慢 菩萨是最慢的 身闻最快三身 总熟脱解脱 圆绝是四身 菩萨是三大阿僧其解 哪一个比较久 菩萨是比较久 那你们要解脱要快还是要慢 解脱 当然如果是想到自己快一点 如果想到众生要快一点还是慢一点 当然要慢啊 你解脱之后这些苦难众生怎么办呢 菩萨的精神是认重道远的 他不是只有想到自己 他把自己摆在前面 还是众生摆在前面 他把众生摆在前面 他把利他摆在前面 还是自利摆在前面呢 利他 所以菩萨为什么叫做伟大 我们为什么不叫伟大 菩萨的伟大呢 他表现在他的精神 表现在他的发心 表现在他的修行 表现在他的德国 所以菩萨的精神 他是望其未人 他是尽其在我 他是任重致远 那刚才提到说 菩萨在修任何一个善法 都要具备这个三心 这三心呢 大悲为上手 一切自至相应作义 这个在 菩萨经里面 他是 一切自至作义相应 这是 菩提心相应 大悲为上手 菩提心相应 无所得为方便 这三个心呢 可以说是菩萨的修行的三个面向 那三个面向 第一个呢 是菩萨的动机 第二个呢 是菩萨行的远大的志向 有这个目标 有这个动机 在修菩萨行呢 还要有方便善巧 如果没有方便善巧 你也会退失菩提心 退失大圣道 那 第一个呢 我们从这里看 我们说大悲为上手 这是菩萨行的动机 这个动机呢 要纯正 这个动机是什么呢 慈悲 慈能与乐 悲能拔苦 慈能与乐 是给众生快乐 拔除众生的痛苦 他不是自立的 他不是染污的 所以呢 第一个呢 我们讲到说 大悲为上手 这是菩萨行的动机 纯正的动机 所以 你在立他的时候呢 你要注意哦 动机要纯正哦 比如说 你要修布施的时候 你布施一个苹果 如果 如果是动机纯正 你这个苹果给他 是要给众生 娱乐 给众生怎么样 拔苦 这动机才纯正哦 啊什么是不纯正 你如果有一个苹果 你布施给他 你是希望他把辣 这样怎么纯正 这布施是什么呢 这布施是 是染污的 但是我们的布施常常是 纯正还是染污的 我们常常布施哦 都是 我们布施的很小 希望在对方那边 得到更大的利益 这不是菩萨行 所以 布施呢 我们要怎么样的 三轮体空 菩萨的三轮体空的 般若的信空 正见 无所得 无所得 所以呢 菩萨的动机 他是要有 纯正的动机 第二个呢 菩提心相应 这是 菩萨行的志向 这个志向是 伟大的志向 就是你要 发愿 立菩提愿 信愿 比如说 我们说小孩子呢 大人都会教小孩子 你要发心哦 要发心学习 那以后呢 你就可以过好的生活 那你发愿 你教小孩子发愿 比如说 你以后呢 要当什么 好好的修行 你要当一个大老板 大的企业家 你要当总统 你会不会跟他讲说 叫他发小愿 说 你要好好学习 以后当工友 会不会这样 不会吧 所以发愿要发 大愿还是小愿 大愿 那个目标要远大 志向要远大 志向要伟大 伟大的志向 伟大的目标 伟大的目标是什么呢 伟大的目标 就是菩提心相应 菩提心是什么呢 上求无上佛道 下化无量的众生 这是伟大的目标 不是自立解脱 这不是远大的目标 所以 三心 大悲为上手 菩提心相应 以无所得为方便 无所得为方便呢 就是适当的技巧 适当的技巧呢 就是我们在 修任何一个善法 都以 无所得 的波罗 信空 正见相应 二圣是有所得 还是无所得 二圣是有所得 二圣的修行 是有所得 他要得什么呢 他要得涅槃 他要迅速的断烦恼 急求至正 他验 三界 他心涅槃 菩萨可不可以验三界 他不能验三界 为什么不能验三界 因为我们还在三界当中 菩萨不能验三界 因为友情就在哪里 友情就在三界当中 他要度化的众生在哪里 在三界当中 所以他不会 验三界 他不会急求至正 所以呢 菩萨行 他有菩萨行的善巧 无所得为方便 那这个无所得 就是无所得的 信空智慧 所以菩萨行呢 在修行的时候 他必须是三心相应的 他必须是什么呢 他有纯正的动机 他必须有伟大的目标 动机存正 目标伟大 而且他还要有 适当的技巧 方便善巧 所以菩萨行 他的方便善巧呢 他是不同于身份 他只要能够利益众生 为他的主要的一个目标 这个是菩萨呢 在修任何一个善法 都必须跟三心相应 注意了 如果你们是修菩萨心 需要跟三心相应 这个三心 这个三心不是那个世俗的三心 两意的三心 这是什么呢 这个 大悲为上手 菩提心相应 无所得为方便 那我们再看菩萨的伟大 菩萨在修行的时候呢 他是挑战高难度的 他的难 有时候我们会讲两个难 他是什么呢 难忍能忍 还有难行能行 难行能行就是菩萨行呢 六度四射 自利益他 尤其在利益众生 容易还是困难 他是难行道还是异行道 他是难行道 那我请问大家 如果有一个道路呢 是比较难行 一个是比较容易 你要选哪一个 难行还是异行 你挑异行 菩萨是挑难行 所以我们是挑 世子是挑什么 软的 菩萨没有 菩萨挑战高难度 他为什么要挑战高难度 因为他要利益广大的众生 所以他广学一切法 广学一切法是难的 广学一切法是难的 为什么广学一切法 因为他如果广学一切法 他一切法都了解 他可以利益一切的众生 所以菩萨呢 他是难忍能忍 难行能行 难忍能忍 菩萨道非常的困难 时间非常的久 利益众生要非常的多 修的法门也要非常的多 断的烦恼也非常的多 他难忍能忍 难行能行 而且难舍能神 财师 法师 财师 法师 难师 殷勤师 很难布师 他还是布师 难证能证 要证 无上佛果 容易不容易 不容易 时间很长 要修的内容很多 好 所以菩萨的 他的修行呢 他是难的 但是也是在难 在这个难当中 去凸显菩萨的特质 他的特色 他的伟大 那在三星当中呢 有大悲心 菩提心 波勒的信空 智慧 那我们就先看 第一个菩提心 菩提心呢 菩提心 它是贯穿的发心修行跟正果 所有内容 那第一个部分叫 发菩提愿 我们说我们先发愿 我愿 修菩萨行 去实践 我们说信解行政 我们从信愿 这边 信愿 信解行政 信 然后了解菩萨行的内容 然后去行 然后政 信解行政 这个信呢 信愿呢 就是发愿 发愿很重要 发愿很重要 发愿就有点像发誓 所以我们叫 四红 四愿 这个是四红四愿 是不是发誓 四红四愿 是不是发誓 那个四是不是发誓 你们的发誓是 在发这个发誓的时候呢 你们是音众的 还是 就随口发一发这样 人家在 人家念我们就跟着一起念 你们是 把这个信愿呢 深入内心 还是 反正大家念我也不好意思不念 所以呢 大家一起念 众生无边是愿度 烦恼无尽是愿度 你们是跟着念 还是深入内心的 深刻的发愿呢 这个信愿 必须是深刻的 是深入的 的试愿 我们其实很多时候也会发誓嘛 男女交朋友的时候 会不会发誓 我发誓 爱你一辈子 一二三四的试 那一个试愿呢 是清净还是染污的 他是染污的 你说你会爱他一辈子 你为什么爱他 因为他长得很漂亮 什么时候你就不爱他了 你爱他是因为他很漂亮 他不漂亮你就不爱他了 这一种的发愿 这一种的发誓 真的还是假的 这一种发誓是假的 但是菩萨的试愿呢 是真实的 我们看他的试愿 是四红试愿 第一个呢 是众生无边试愿度 他是要下化无量的众生 他第一个众生无边试愿度 他把谁摆在最前面 众生是摆在最前面 他在修任何法门 在他的思维里面 众生是摆在最前面的 所以你可以为众生去学一切法 你可以带众生受一切苦 这个力量广大还是小 广大 所以你们今天是来这边学习 是为自己而学习 为自己还是为一切众生而学习 为自己还是为广大众生 所以你要转换 当你深入这个大圣法 曾经有一个老师告诉我们 他说你在学习佛法的时候 你不要为了自己 你要想说 我现在学习佛法呢 我如何在下一堂课 我就用这堂课的 学习道德去利益众生 我请问一下 你为自己而学习佛法 第二个为别人而学习佛法 请问一下哪一个 你会比较认真跟用功 因为我下一节课 我就要去利益别人 我一样要讲这堂课 如果你为自己 我听懂就好了 你要去教导别人 你不只自己还要懂 还要有什么呢 方便散巧 那这两个发心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们现在 最好是懂了就好 还是懂了以后 我还可以去教别人 懂了以后才可以教别人 那哪一个学习效果会比较好 第二种 所以你们要发 要发什么心 要发广大心 要发什么呢 众生无边试愿度 烦恼无尽试愿断 我们要断尽一切烦恼 法门无量试愿学 法门无量试愿学是什么概念呢 我们说大圣有中光为师如来藏 那法门无量试愿学 要学一种两种三种 三种啊 那又有大圣法跟布派佛教 要学几种 这两种都要学吗 继续学 那还有阿涵 阿涵要不要学 也要学 这要广学一切法 所以有时候我看到一些学大圣法的 也有点奇怪 他说大圣三系当中 某一系非常好 某一系不好 那哪一系很好 他就学哪一系 哪一系不好 他就不学了 菩萨是学什么呢 菩萨是广学一切法 其实菩萨 菩萨是不只学佛法 他还学什么呢 他还学五名 佛法叫内名 他还一方名 光巧名 英名 生名 所以他学佛法 他也学世间法 当然佛法要摆在第一位 那他为什么要学世间法 广学一切法 广立一切众生 所以 法门无量寺院学 佛道无上寺院成 所以我们常常 我们说 说在空中怎么样 行在有中 发愿的时候呢 这四个呢 念完之后 念完之后呢 修行就怎么样 又进入小圣行 在 菩萨的修行当中 有一类叫做 外现身闻身 内密菩萨行 就是说 他看起来像身闻 但是他的内心 其实是什么呢 修是什么 修菩萨行 我们刚好跟他相反 相反的意思就是说 外现什么呢 菩萨生 内密什么呢 身闻行 看起来 讲话 他的外貌都像什么 都说 你要修菩萨行 其实呢 他的内心里面 寒常的是什么呢 寒常的是身闻 没有把那个广大心呢 把它实践出来 好 所以呢 这个 我们发愿呢 既然要发愿 就要发广大的寺院 那这个菩提心呢 分为四属菩提心 跟圣意菩提心 四属菩提心呢 他分为 怨菩提心 行菩提心 刚才提到那个怨菩提心 怨菩提心就是这边 发愿 可不可以空发愿 不可以 怨菩提心呢 就是上求 无上佛道 下化无量众生 那个四属菩提心的愿 他这个愿呢 也可以说信愿 信三宝 信菩萨行 信大圣行 那 这个愿菩提心就是这里的 发愿 那发愿 不能空发愿 所以你要把你的愿 实践在 菩萨行上面 这菩萨行呢 要怎么样 受菩萨界 要行实善行 可不可以说 我有发 我有发 这个 信愿 菩萨的四弘四愿 但是我没有受菩萨界 我不想受菩萨界 会不会这样 会这样吗 会有发愿 但不实践的菩萨吗 这样的菩萨算不算菩萨 这样的菩萨 只是空发愿 空发愿的人 也就是说 就像小孩子 我要当大企业家 我要当总统 只是空 发愿 他没有去实践 他也不可能 成为大企业家 他也不可能成为总统 我们 如果空发愿 没有去修 这个菩萨行 这个行菩提心 受菩萨界行 实善行 行六度四色万行 然后发愿修行 修行的圆满 就是圣意菩提心 正菩提心 菩提心与法性相应 离远绝相 那菩提心刚才提到说 他的过程是二道五菩提 这二道呢 第一个是菩萨道 第二个是方便道 菩萨道是断除烦恼 菩萨将入必进空 绝诸细论 方便将出必进空 沿土收生 利益众生 所以菩萨道呢 第一个我们看 发心菩提 福心菩提 跟民心菩提 那他有三个阶段 发心修行正果 那民心菩提呢 他包含的正果 也包含了方便道的发心 所以 在ended 和你 进来 马来 咇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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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